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30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 孟晚舟这么富有特权 为何还要在加拿大置野安家 发广于2018年12月29日 新闻取自个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美国指控华为金融首脑孟晚舟涉嫌金融诈骗 要求加拿大拘捕 加拿大依法抓了孟晚舟 北京接二连三抓几个加拿大人出气 导致关注孟晚舟的热度在中国持久不散 不少中国人就顺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以孟晚舟这么富有 在中国如此享有特权 为什么偏偏要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置豪宅安家 有人说 孟晚舟是中国权贵阶层的一员了 他在中国要什么有什么 享有的特权别人无法比 加拿大虽然好 特权却没有了 可他偏偏要在加拿大安家 四个孩子全在西方读书 一些网友随即指出 选择西方安家的不光孟晚舟 有人甚至死也要死在美加 比如海航前总裁王健法国丧生 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他的遗体没有运回他的祖国 而是运到了美国西雅图 他的妻儿都在西雅图生活 王健也是超亿万富翁了 与中共高官交往甚深 何故放弃祖国 私也要安葬在美国呢 难道怕在中国有人挖坟不成 像文革或土改时期那样 王健的事情不说也罢 还是围绕着加拿大巴 中国这两天又抓了一个自己培养的高杆 中国船船重工集团718研究所原党委委员 所长补建杰 中国重船上建造航母和其他军舰的主要单位就是这里 原来这位高杆悄悄地给自己在加拿大弄了一个国籍 就是说 他已经做好了一切预备 做不了中国人时 可以跑到加拿大去做加拿大人 可惜腿短了一点 没有来得及跑 正赶上行事不好 中国要抓加拿大人出气的时候 把他抓来冲树了 把他这一抓 又引出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 中共不光富二代 红二代在美加澳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安家置业玉子藏前的多得不计其数 美国之音有报道说 在中国 拥有双重国籍是违法行为 但许多中国官员和商人实际上都拥有其他国家国籍 刚刚抓的这个 为了报复加拿大不要紧 牵扯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他还掌握中国制造航母的秘密 这就要牵扯到国家机密的问题 中共高官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党忠诚 对国家忠诚 像他们嘴上所说的那样 其实 一位网友说 他们骨子里忠诚的对象是钱 是像加拿大一样富有安静美好安全的西方国家 他们的忠诚值得严重的怀疑 导有网友出来辩护 孟晚舟选择在加拿大安居 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选择 为何 网上有位推友的意见是 孟晚舟这样的人 在中共国属于特权阶层 在中共国享受的各种特权远超在加国 但他为何要把加安在加国呢 这位网友的意见是 其实人活着 人权比特权更重要 你的特权是拥有更大特权的人给你的 能给你就能剥夺 而人权是制度保障的 制度再就谁都拿不走 如果孟是被中共抓了的话 他会很悲惨 更别提保释了 不知他在这里是否暗示 那些中共高官 亿万富翁一夜之间被双规 被剥夺 成为阶下囚的往事 或者说随时都可以发生的事 不知道孟晚舟女士是否重视人权大于特权 她对上面这段分析抱持何种态度 孟晚舟或保释后激动之余 发了一句我以华为为傲 我以祖国为傲的话 袁雪明在博文关于孟晚舟的若干疑点中也对孟晚舟被视为爱国英雄发问 被加拿大逮捕后 孟晚舟一夜兼成了民族英雄 可是她曾经拿过加拿大的绿卡 仅在加拿大就拥有两套豪宅 四个孩子全都在西方接受教育 这又说明了什么 她进一步疑问 孟晚舟既然想当英雄 就应在面临考验的关头 本应以革命先列为榜样 大意里然 坚真不屈 保什么事 她还说 孟晚舟在加拿大的遭遇 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什么叫保护人权 什么叫一罪从无 什么叫公开透明 什么叫法律程序 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一些中国同胞在加拿大法院门前举牌示威 也不用担心被抓捕 更不会被判寻衅滋事罪 看来 西方国家的政府 确实是被关进了法治的笼子 有人说 孟晚舟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 高官们权贵们能往外跑的跑 不能往外跑的也要把子女安置在外头 把钱藏在外头 他们害怕有一天失去了所有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请订阅 打赏和点赞 您的支持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